是用录制的 那今天的话呢我们就要自己写 所以怎么样自己写啊 第一个 请各位先把那个 综合练习我不是分好几个 请你再复制一个 那复制的时候按拖拉加Ctrl鍵 那这边的话呢把它改成 VBA好了也许第 1234第四个第四个的话是VBA 那VBA的话我讲过我们需求是这样 按钮是Sub 制定函数是Function OK所以两个不一样 那我们要怎么样 第一个我先从那个 Sub 待会再从制定函数 那我们 Sub之前是录制的 不过今天不是录制 我们是希望自己写 所以你要怎么自己写啊 1 切到VBA Step 1 Step2呢 插入一个模组 就是刚刚已经插入了 Module2 那Module1里面有东西 所以我就是什么 在Module2产生一个新的 3的话呢 我希望好在这边呢 能够 写一个Sub的话 你3就插 有没有放这边 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的 名称呢也许叫做 输出什么 输出门号 假设这个名称叫门号 OK 这个名称可以自己取 另外的话呢 输出门号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VBA处理完再丢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我直接把之前的公式丢到输出门格 他也可以执行两个方法 那我们先用比较简单的丢公式 反正你公式做好之后 那如果你要什么 直接配合VBA 输出的话 那这边我加一个 底线 公式 OK 这边改一下 公式的话 实际上就是我把刚刚的公式 放到这边 然后按确定就可以了 所以特别是要 插入 一个程序 然后名称 这个名称自己打一下 记得 符号里面 请特别注意 不要用这个减号 也不要用其他什么加减乘除 那不要 符号里面 只有底线可以用 其他都不要用 甚至空白不要用 有同学用空白 你空白都按确定 他会出现 名称不正确 因为他不可以用 那些符号 只能用一个 叫底线 如果你真的要用那个符号的话 只有底线可以用 其他都不要用 OK 那另外名称的话可以用英文的 可以用中文都没关系 数字好像不行 数字开始好像不行 所以尽量就是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我们看一下 他会帮我产生什么 一个public 共用跟其他专案可以共用的一个sub 名称就是我们刚刚取的 那一定会有个小刮壶 一定会有个end sub 那你想说老师那我可不可以自己重新打 当然可以 你可以自己打也可以 不过我强烈不建议 为什么 因为 像同学常常自己打就是东肉西肉 甚至自己好像在这边加个底线 还是怎么样 所以你用插入程序 他会自动帮你产生 比较不会错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姿态小 好像在里面讲工具选项 里面有个撰写风格 你可以把字稍微调成 大概12号字 按确定 那程式该如何撰写 第一个呢 我们已经有个模组 里面有个程序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说呢 我按个TAB 这边按个TAB TAB的话就下一阶 因为我要开始写程式 通常呢 会 放在下一阶 每一个 一阶一阶的 会比较清楚 按个TAB键 那我要输出到哪里呢 输出到这个储存格 所以特别注意 那 你就要告诉他说 这个储存格 那用什么方式呢 用一个物件名称 所以第1个物件 请各位记一下 就是Sales 第1个物件Sales 就是储存格 刮服 特别说 Sales 加S 指的是这个工作表里面 所有的储存格 叫Sales 多一个刮服 意思说 可是我不是所有的储存格 我是指的是某一个 那某一个 告诉他说 他会先刮服 他会问你有没有 RowIndex 出体字 Row是指的是列 Index是哪一个 哪一列的意思 哪一列 第 我要输出到第四列 够点 ColorIndex 哪一栏 那当然你可以跟他讲说 A B C D E 不过你可以用数字 或者是说 如果你不用数字的话 我是建议你用什么文字 哪一栏 但是哪一栏的话必须用文字 那1 特别注意 你想说哪一个方法比较好 5也可以 1也可以 但是我比较建议 用 1 比较好 为什么 因为如果今天假如说你的栏数很后面的话 比如说 U好了 U 你要怎么 A B C D E 数到 U要多到哪也不知道 算 就是说 用名称就好了 两个方法都可以 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指的是哪一个储存格 那等于 等于意思说我要丢什么东西 那先给两个双以后 先给没有东西 好 这样意思说我把这个东西丢到 前面去 那VBA的程式记得 它的逻辑跟以前数学不一样 它是后面东西会丢到前面去 那所以你现在 假如说呢 里面空的 它里面 本来就空的 所以没有东西 那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把 之前的那个test里面练习过 假设这个公式 我要把它丢进去 那你可以怎么做呢 点这个公式 上面不是有公式吗 你可以把它复制一下 记得要取消 如果你没有取消的话 它这个地方会点不进去 为什么因为游标还在这里面 所以你怎么先取消一下 然后再切到这边 我习惯这样切 然后你就把公式 直接贴到这个双以后里面 贴上 但是贴上之后的话会有个问题 在VBA里面 文字字串都是双以后 可是它里面也有双以后 所以变成说它会分不清楚 你这个双以后是里面的双以后 还是外面的双以后 OK是VBA的双以后 还是Excel里面的双以后 所以会造成什么问题呢 你移开的话 它会出现说 你这个地方我搞不清楚 你到底这里面是里面 还外面 他的意思是太复杂 我看不懂 OK只是说他用这个什么 编译错误 所以怎么办呢 如果未来 假如说你公式里面 如果有双引号的话 是从公式来的话 有一个规则 就是请你把一个双引号变两个 怎么做呢 这里面的你贴上去之后 头尾不要改 里面的一律改成两个 一个变两个 一个变两个 有没有 一个变两个 一个变两个 也许就是习惯了 在后面这样补一个就可以了 可是问题 虽然其实 并不复杂 但是好像也蛮容易出错的 为什么 因为这边太多了 所以 教各位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 如果你担心做错的话 其实你可以有一个方法 就是 在贴上去之前 你可以 我讲一个另外一招 你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记事本 或者是握的也可以 里面有个取代功能 你可以用什么 附属应用程式里面 有个叫记事本 我喜欢用记事本 贴上之后有个 取代功能 编辑 取代 有没有 很简单 一个变两个 一个 变两个 全部取代 这样OK了 意思是说这个是里面的公司 跟外面VBA没有相 不一样 然后它就变成这是里面的 复制一下 然后怎么样 贴到这个刷一号里面 这样子就OK了 好 我们来试一下 刚刚呢 我们已经做完了这样 然后呢 接下来就直接 输出 输出很简单 上面有个play 按下它 结果就看到了 试试看好了 我现在 执行 有没有看到 这边就出来了 意思是说把这个公式 帮我 这个公式 中间这个公式 帮我丢到哪里呢 丢到这边来 好 可以看到懂吧 特别之后以后都会从 这个 简单的慢慢变 复杂 所以 你一定要熟悉 他逻辑 他逻辑一定是从后面 帮你丢到这边来 这个指的就是他 所以他就刚好丢到里面去 那本来这里面是两个双引号 对不对 那丢进来之后 是不是有两个双引号 你把它点进去看一下 你不然他又恢复了 有没有 他的规则就是 反正他看到两个 丢进去就 自动就 又变为一个 OK大概是这样 那做完一个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下面还有一个怎么办 第五列 其实就是 复制 然后 Enter 在贴上 然后这边改 改5 后面的话只要F4 就把它改成5 是不是 但是应该马上同学眼睛就瞪大 这样OK 执行看看 有了 5有没有 6呢 继续 里面有103 那不是切103次 所以当然 不是这样 不过主要是了解 他这里面有重复的东西 重复的概念就是说 他一定会加1 4 5 6 7 8 一直到103 那所以后面的如果你 会有这种 重复 而且会加1的这种需求 我们就会需要再学会一个叫回家 圈 你看如果写过程式都知道 回圈就告诉他说 我要重复帮我产生 什么呢 第四列 最下面103 4到103 帮我怎么样 就是执行一次就帮我变动加1 变动加1 帮我丢丢丢 结果就OK了 可是要怎么做 请各位先试一下 先大家了解一下 把重点回顾一下 1 打开VIOBASIC 对 2稍微缩小一点点 为什么 因为可以这样看 3就是按右键 插入模组 4的话 直接在Module2里面插入程序 名称的打上去 他会出现SUB 5的话 就是 输入这一个 记得 把后面东西 把它丢到这边 这一串呢 我是从 这边 这边有没有 复制 特别注意要取消一下 贴到记事本里面 把它怎么样取代一下 编辑取代 为什么取代 因为取代一定不会错 因为以后你的公司里面一堆 那你总不可能从头慢慢改 因为以前我还没想到这个方法的时候 真的就慢慢改 但是常常发生一个问题就是改错 连我都会改错 我想说连我都会改错 那你更不要讲了 后来想一个更简单的方法 后来想到一个方法 就是用 记事本或Word取代一下 所以有时候甚至写程式 如果你要某部分的东西 先要变出来的话 其实也可以不妨贴到 记事本或Word里面 先变出来 再贴回去程式 也可以 不需要傻傻的 像有些方法都是变通 自己想出来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来画面切一下给各位 那我们第一步就是说先学会 撰写 第1个VBA 这个VBA的需求很简单 就是把 之前写的公式 丢到那个某个出称格 所以我们会学会一个物件名称叫Sales Sales 那另外的话 这个Sales之外 另外就是 还有回圈 待会再来讲 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 刚刚的 步骤 先试做看看 练乏 进行 进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